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珍妮福·康维勒的《内向者沟通圣经》 珍妮福·康维勒 美国著名职场人力资源开发专家 激发无数内向者潜能的务实博士 畅销书作者被誉为内向型人格之王 曾荣获美国职业发展协会年度最佳从业人员奖 作为内向者领导力的思想领袖 他擅长把深奥的领导力理论转化为实际操作方法 通过极富魅力的演讲、培训 让成千上万的内向者坚定了信心 此外,他还为数百家政府机构和著名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包括通用电器GE、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等 内向者沟通圣经描述了内向者和外向者的性格特征 以及他们的处事方式 重点讲述了内向者性格的优势和劣势 以及如何利用内向的特点 让自己比外向者更优越 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那么一定要读一读 你会受益匪浅 你能从中学习到什么? 内向的人如何克服外向型世界带来的挑战? 领导者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他们需要指导、说服 并引领自己的团队、代表公司与商业伙伴谈判 这听起来说的是适合外向型人做的工作 毕竟外向型人往往天生就能言善辩 坚定自信 乐于成为人们注意力的中心 喜欢与他人共事 然而事实证明 许多非常成功的领导者都是内向的人 事实上内向的人有一些外向型人不具备的特殊优势 但是如果想登上职业生涯的顶峰 内向者就必须加倍努力 珍妮福·康维勒采访了100多位性格内向的成功人士 了解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克服挑战 在外向型商业文化中获得成功 以下是几点小节 你会发现 其实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内向的性格也会让你看起来像个迟钝的思考者 最后你会发现如何利用内向的力量去和外向的人竞争 成功人士中也不乏内向者 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派对上 外向者的数量似乎总是远远超过内向的人 但实际上各行各业都有内向的人 这样的人甚至不在少数 实际上内向和外向是基本的气质 它是在人群中平均分布 外向和内向这两个术语 最初是由犀利学家荣格提出 用来区分两种基本的性格类型 内向的人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思想上 而外向的人则倾向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部环境 这两类人在如何成就感上也有所不同 外向的人通过社交活动 而内向的人则通过静心独自思考来获得成就感 他们的沟通方式也是不同的 外向的人直言不会处事果断 而内向型人比较含蓄 喜欢倾听 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考虑周全 科学家们采访了不同的人群 询问他们是否拥有反映性格内向的特质 比如需要很多安静的时间 或者喜欢听别人说话 结果是 大约47%到55%的美国人是内向的人 但在商业和政治领域呢 那只适合外向的人吗 事实上我们的商业文化 似乎确实偏爱外向者 因为商业文化强调社交和和群的重要性 而不是像反思或者勤勉这样的内向特质 然而一项研究表明 不少于40%的高管认为自己是内向的人 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 他因经常远离人群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而闻名 他经常独自一人待在图书馆里 阅读法律书籍 而不是参加社交活动 内向的人错过了很多机会 因为他们不受人注目 想象一下 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 很多员工都在努力分享 他们对一个营销问题的看法 每个人都在争夺老板有限的注意力 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在这方面你可能就会失败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说出来 你的想法可能永远不会被采纳 而直言不会的人 最终会得到大多数的理想任务和项目资金 例如 也许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你却犹豫着是否要说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你有最好的想法 也无法让人接受 所以你必须大声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并说服你的团队 接受他们 内向的人不仅会在会议中错过机会 而且在工作中保持低调 也会被老板忽视 这是因为你的老板可能没有时间 去寻找最合适的人来负责一个项目 所以他可能会把这个任务委派给最近 给他留下好印象的人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外向的人和一个内向的人都表现得很好 但外向的人会吸引更多注意 让老板关注到他的表现 他将更有可能得到晋升 因此 如果你想被委以重任 你需要确保自己能一直受到老板的关注 所以当你下次见到老板时 记得小小的暗示一下你的工作表现 内向的人独处时间过长 可能是一个缺点 在办公室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虽然有时候人们更喜欢独自工作 但是内向的人需要更多的独处时间 对于内向者来说 在独处中工作是很重要的 但经典的适合外向者的商业环境 包括开放的办公室 频繁的会议和持续的团队合作 并不能为内向者提供必要的独处时间来充电 性格外向的同事可能不理解内向的人需要独处 所以如果一个内向的同事独处时 他们甚至可能会觉得被拒绝了 另一个不利于内向者的特点是 他们不愿意参加会议召开期间的非正式社交活动 这段时间通常被人们用来加强彼此的联系达成交易 但是内向的人往往不会参与其中 例如在商务旅行中 性格内向的客户经理选择独处一段时间 而不是与其他高管一起打高尔夫球 但在正式会议上 他却发现大多数重要的决定 都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做出的 所以内向的人应该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 这是因为内向的人往往在独处时工作得最好 他们需要独处来充电 如果他们总是缺少独处的时间 最终他们会精疲力尽 工作效率也会持续下降 一段时间后 他们甚至可能会出现头痛等压力过大的症状 事实上 内向的人如果一天都没有机会独自工作 就会和外向的人独自在办公室里度过一天一样 不开心 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一定要仔细规划你的独处时间 外向的人可能会对内向的同事做出错误的判断 假如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当你的老板让你处理一个问题时 你会倾向于回到办公室 花时间集中精力完成任务 两周后一份员工评估报告出来了 你惊讶地发现自己被批评工作太慢 表现冷漠 这种误解对内向的人来说十分常见 内向者被误认为思维迟钝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倾向于仔细思考自己想说的话 并确保这是他们能给出的最佳答案 相比之下 外向的人倾向于一想到一个建议就马上提出来 这两种思维方式放在一起比较时 就会让外向者认为内向者思维较慢 举个例子 想象两个同样聪明的学生 一个外向一个内向 在课堂上他们都想出了好主意 性格外向的学生会马上脱口而出 而性格内向的学生会反复检查自己的想法 然后很久才会回答 结果呢 相比之下 内向的人会显得很慢 人们也会认为他们傻乎乎的 内向者也可能被错误地描述为冷淡冷漠 内向的人不太善于表达情感 他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表达出来 例如 如果你遭受了不幸 内向的人可能会变得非常安静 因为他们深深地同情你的悲伤 但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是一种冷漠 外向的人更有可能表达他们的情绪 面对内向者 他们会这样想 内向的人要么是冷漠 要么是不喜欢同事 所以不和他们的同事分享自己的感受 这可能会导致外向者认为 内向者要么冷酷无情 要么与团队疏远 这在办公室环境中 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如果你注意到你的同事不活跃 不要过早地对他们做出评价 因为他们可能只是性格内向 谨慎是内向者的重要优势之一 在分享你的想法之前 你会犹豫吗 你会停下来检查一下自己陈述的利弊吗 如果是这样 你很可能是个内向的人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误解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误解 你为什么要花时间才能做出反应 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不把你的想法脱口而出 可以防止你做出一些失礼行为 在一些专业领域 一个错误的单词 可能会让你丢掉工作 例如 如果你是一名新闻发言人 政治家或外交官 想象一下外交官冲动地脱口而出 一些滑稽的评论 那简直不可想象 三思而后言的另一个好处是 当你所说的每件事都有充分的依据时 你的陈述就会得到他人的考虑 在分享之前 对想法进行彻底的梳理 将极大的提高你的陈述质量 人们会注意到这一点的 想象一下在小组讨论中 你提供了所有相关的数据 以一种结论性的方式陈述你的立场 并预测对方的反论点 相比另一位与会者 拿着麦克风 却没有分享任何实质内容 你会因此显得更有能力 也更值得大家倾听 此外 如果人们知道你说话不会冲动 你就更有可能获得有用的秘密信息 当人们知道你可以守口如瓶时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有用的 保密的信息 例如 你的老板可能会向你透露 他偷偷地申请了另一家公司的工作 如果你想成为老板的接班人 这个信息会让你从众人中脱颖而出 内向者敏锐的倾听和观察能力 让他们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为了进一步研究内向性人 让我们以四岁的小女孩朱迪为例 朱迪个性安静 很少和同龄人一起玩 但她的观察能力很强 事实上 大多数像朱迪这样的内向者 都是很好的观察者 这是因为 内向的人通常不参与游戏 不开玩笑 也不闲聊或讨论 而是站在旁边 专注地观察其他人互动 例如 朱迪可能不愿意玩捉人游戏 但是当她的同伴们都在集中注意力 试图逃跑时 她会花时间仔细观察他们的动作 了解谁会在被抓住之前 紧张地咯咯笑 还有哪些孩子会转移 追赶者的注意力 倾向于细致观察 也让许多内向的人成为很好的倾听者 当内向的人听你说话时 他们会专注于你正在分享的想法 他们也比性格外向的人更少分心 因为他们不会为想出诙谐的回复而分散注意力 这些倾向让许多内向者成为熟练的倾听者 如果您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其中一个是健谈的外向者 另一个是内向的倾听者 到八岁时 内向者会比他的兄弟有更多的倾听练习 但是这些能力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这些观察和倾听的技巧 对于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至关重要 通过倾听和观察 领导者可以获得关于团队需求的有用信息 例如他会知道用什么激励方式 才能帮助团队成员客服低谷期 提高整体绩效 此外 良好的倾听技巧 有助于与客户和上级建立融洽的关系 当你用心倾听时 人们会感到被尊重 社交通常被认为是外向的 但内向型社交也存在 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一个领导者的成功至关重要 但这是否意味着 内向的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工作时间 花在团队会议上 把他们的晚上休息时间 花在收集名片上呢 内向者和传统社交之间存在矛盾 这是因为外向者和内向者 喜欢不同类型的交流 外向者喜欢闲聊 而内向者则更喜欢深入的交谈 对于内向的人来说 社交通常包括太多 他们无法融入的闲聊 但是内向者也有其他的社交方式 比如社交网站 这种方式对内向的人来说很好 因为他们更喜欢通过写作来交流 他们可以在相对安静的小隔间里 进行这种社交 此外 许多内向的人都是写作高手 他们擅长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 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最后 在网站上 内向的人有机会思考和修改 他们想要表达的一切 对于内向的人来说 另一个很好的社交方式是 一对一的谈话 这可以让他们深入了解对方 并通过了解每个人的需求 来增进感情 例如他们可以了解别人的思维方式 比如他们喜欢抽象概念 还是动手实践 在一对一的谈话中 人们也更愿意敞开心扉 分享有用的细节 最后 内向的人可以很容易地 和那些在团队会议上 保持沉默的人互动 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 商业文化中 内向的领导者需要突破自己的极限 才能成功 想象一下 也许一百年后 办公室将不复存在 每个人都将在家办公 所有的社交活动 都将在互联网上进行 这就会是内向者的时代 但在那之前 内向的领导者将不得不走出 他们的舒适区 来适应这个外向型的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内向的人 待在自己的舒适区 他们就会避免 各种各样的交流 例如他们不喜欢 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所以避免公开演讲 又或者 他们可能会避开 与同事的聚会 并避免聚会中 常见的闲聊 遇到紧急事实 他们可能会给同事发邮件 而不是打电话 因为许多内向的人 更喜欢写信 而不是说话 但是接受这些交流 克服恐惧和不适 对内向型领导者的职业生涯 至关重要 内向型领导者 必须指导团队 公开表达个人想法 这在某种程度上 都会涉及到公开演讲 聚会实际上给内向的人 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让他们结成 对事业有益的联盟 更多地了解自身团队 并建立融洽的关系 练习有助于推动 内向领导者的职业生涯 有些人很难融入到闲聊中 以至于他们开始相信 自己只是缺少闲聊的天赋 但事实上 每个人都可以学会闲聊 闲聊对内向的人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挑战 他们回避闲聊 会让他们显得粗鲁 不友好或无能 这可能会严重损害 他们的职业生涯 但是如果内向的人 事先准备好 他们就会变得足够自信 不再回避 例如他们可以准备一些 备用的话题 有趣的意识 以及在需要时 可以使用的开放式问题 准备也可以帮助内向的人 加快自己的反应时间 避免材质被低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内向的人会花时间 找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但是如果一个内向的人 在开会之前 就预想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 并进行了思考 那么在时机成熟时 他就能迅速做出反应 内向的人善于准备工作 而练习闲聊和公开演讲 是成为一名优秀领导者的 关键方面 就像准备工作一样 练习可以解决内向型领导者 所面临的任何挑战 也许你在公开演讲中 缺乏实践 是因为你避开了聚光灯 或者是因为你喜欢深度对话 而避开了闲聊 但是如果你练习一些 你不习惯去做的事情 比如闲聊 你就会逐渐习惯它 这就像是一个惯用右手的人 用左手练习绘画 到最后他就不会感到别扭了 练习还能帮助你提升沟通技巧 比如在公共演讲中 能轻松提高声音 或戏剧性的低语 以强调你的重点 这一点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尤其重要 比如当你的职位 需要做很棒的即兴演讲时 最后总结一下 本书的主要内容 一个内向的人担任领导职位 会很有挑战性 但是有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 你的倾听和观察能力 以及谨慎选择语言的倾向 会让你比性格外向的领导者 更有优势 并有利于成功 好了 珍妮福康维勒的内向者沟通圣经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